等于说是参加革命之前 这个老婆 那么后来她的台州当了官 她老婆原本是手表厂的一工人 也跟着后来就进了台州的电力局工作 据说她这老婆人长得高挑 而且漂亮 怎么就不珍惜呢 当然也许谢在兴 人念有本难念的经 因为有说法 说谢在兴的老婆有抑郁症 还得乳腺癌 而且说谢在兴曾经是要跟他老婆提出离婚 后来不了了之 这个我记得建国后 当年就有相当一些个领导干部 反正是就是舍弃了 离婚了不要了 当年在农村的那个乡下的那个老婆 娶了这个城里的新媳妇 有这么一说 但时代到了今天你看也有意思 一方面呢 个别官员啊 参加二奶锦标赛去竞争数量 但是我们另一头也必须看到 也有一些官员呢 他受困于所谓的这个党风党计 就是说啊 本来夫妻感情已然破裂 照平常人呢 那就该离婚了 但是呢 为了保这个乌纱帽 他又不能够这个离婚 老实讲啊 这也是一种挺可悲的一种局面 你说这你要讲这个西方的领导人 那甭说离婚了 最近冰岛 刚刚通过同性恋这个婚姻合法的这么一法案 你知道第一个以身是法的 就第一个宣布是是谁 就是冰岛68岁的女经理 女总理啊 不是经理 女总理啊 人就宣布好 我现在跟我相恋多年的这个同性恋的这个这个女友 还是男友 反正他们就同性恋吗 我们结婚 所以你就看出啊 这个咱中国的风俗习惯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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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不一样了 所以中国人呢 自然是这个家家有本难算的账 你中国人就讲这种一句和谐 这和谐怎么和谐 你看这两位深明大义的妇女 首先说这个情人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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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惠玲 要不说您看人名字 这个又惠又灵啊 邵惠玲 据谢在兴亲口说呀 我这惠玲啊 深明大义啊 人呢很大方 而且难得的是善解人意 他见我要离婚呢 还主动劝我呀 说先别急着离婚 咱们不着急 咱等一等 等这个太太 就是你的远辈啊 情况好一些 咱们再说 你瞧这女的 当然我不能竖大母哥啊 这个 另一方面 她的这个老婆 据说呀 也早就知道 谢在兴和这个邵惠玲 这档的事 只不过呢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平常谢在兴的这个老婆孩子 在台州 谢在兴呢 在温州市工作 所以你看 这几头 他维持一个安定和谐的 这么一个局面 多年来 我刚才说了 还得说维持的还不错 可是为什么 到后来 又不和谐了呢 谢在兴在法庭上 详细陈述了 他是怎么杀邵惠玲 这个 咱们待会儿再说 我在看的时候啊 有一种感触啊 这难道是 曾经多年相爱的情人吗 所以说 不管您多么执着 我还是得说句实话 人会变呢 感情也会变 什么问世间 情为和物 执教人生死相许 这话得反着理解 真是搞不好 有朝一日 有朝一日生死相见 刚才说到 有的 那个领导 干部啊 实际上 跟老婆 这个 早已经该离婚了 感情破裂了 可是 他估计 他这个领导 形象啊 什么的 他不敢离婚 或者是离不了婚 那 谢再兴当年 是一种什么情况 有一位啊 自称是 谢再兴的学生 描述了 他当时的 这个离婚的事 在博客里 我给您念一段 说 谢老师 这些年来 始终无法跟妻子步调一致 想离婚而不得 导致情感的沉沦 他把感情寄托在 另一个女人身上 奈何这个女人野心太大 要的太多 要了钱 要了权 还要名分 把谢老师逼向不归路 最终也误了 轻轻性命 当然大家很好奇 说他何至于杀了他这个情人 我们在温州当地打听 当地流行几个版本 比如说其中一个版本说 说这个谢再兴 还是够花的 说是又有了新欢 这邵惠玲一看好 前途的还没解决 我后边又排一个 这哪能干呢 啥家伙怀疑嫉妒 最后闹僵起来 谢再兴 其了杀兴 这就是说 小三后头还有个小四呢 当然这是坊间传说 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比较甚嚣沉上的 叫逼婚说 据谢书记亲口说过一句 说呀 这个女人实在是把我逼的 没有退路了 坊间的分析 就说呀 这个邵惠玲 已然是年过三十了 不愿意再当地下情人 就逼着说 你什么时候离婚 你什么时候跟我这个结婚 这个苦苦相逼 怎么都不干 那么 这个谢书记呢 谢书记能给的什么呀 谢书记说了 说别的都可以 都据说答应 据说给你钱 还可以给你房子 还可以给你官 甚至可以把你邵惠玲 调到温州来 调到温州 我们这欧海区 我可以给你个局长 等等 但是邵惠玲 什么都不要 就是要你要要要结婚 所以我说 她这名字 这真是个智慧 很灵的这个女人 而且啊 毕竟邵惠玲 也是当过书记的人 那家伙水平高 知道这个问题啊 要抓本质 抓重点 你想 我何必要你的钱 我何必要你的房 我直接要你这人 你的不都是我的了吗 所以说呀 这个男人啊 是抢夺名利 女人在后头 直接将男人拿下 还是提高一拙呀 哎 那么就说这个邵惠玲 就苦苦苦苦相逼 最后是这个没办法了 杀人 甚至还有人 从这个逼婚说这儿 往下想 说 请查看